不管是金曲歌王陶哲 为巡演健身 大腿小腿夹在一起 还是艺人汪东城 陈一炉录制特别节目 不约而同都选在台北大安区 这间健身房 不过现在业者传出争议 位在东湾南路二段的 这间健身房 今年六月中 才在本专PO出声明 博士营运不胜谣言 不过现在内部讯息流出 确认只营运到七月底 公司群组中负责人跟员工坦承 财务周转步龄即将面临倒闭 而知己健身房现场 还有对外租借场地 但已经看不到教练在上课 原来大家早就在放五星价 他是放五星价 但如果你要来销 可以销 就连柜台员工也很担心 接下来会领不到薪水 而消息一出 会员纷纷办理退费 结果有人资料 都已经送出三个礼拜 却得不到丁点回应 到目前为止 我是没有得到任何 关于退款的进度 是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这个钱 或者是说 目前他们这个事情办得怎么样 都没有具体的时间恢复我 以高先生来说 还有19堂克没上 大约两万九千元卡在业者纳 而像他这样的会员 教练统计有四十到五十位 金额八十到一百万 对此业者向体育局表示 因为地震多出一笔修缮费用 才会造成财务亏损 现在就连会员员工 也无辜受到牵连 接下来观众黄